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杀害夏侯辉的真凶是司马昭和司马伦两个兄弟 一个为了自己的母亲上尾 让司马昭动手嫁祸司马师 最终害死张春华达到其目的 一个是为了自己的地位 默认了司马伦的做法 心里压制了比较感性的司马师 好一群歹毒的狼崽子 悲剧的家庭演化出了悲剧的王朝 注定也会有悲剧的收场 只能说那个时代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残忍 残忍到需要一次民族大洗牌 才能终止这一切可悲可泣